没装修房子是为什么 他用自己的钱 他一点规划都没有 你说他想着急结婚吧 他又去背着我去买车 没得你买车 我还不是为了方便 主持人他每年出去三五次旅游 那不是花钱吗 他也没想着存钱 他也想着自己花自己的 那我本来就是花着我自己的 难道我还要为了你 把我的爱好都要扫起吗 那我买车也是花着我自己的钱 那我的爱好 那我打桌球 我还不是为了你改了 委屈不 委屈啊 好 结婚以后打不打桌球 桌球可以带着他一起去打 好 结婚以后干不干家务 结婚我干啊 自己家的事情这样子干 那他现在都不干 他以后结婚了会干吗 行了 凭什么他一个人干啊 凭什么他改啊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 本来就应该要被呵护着 女孩子本来就要被呵护啊 对 凭什么呀 因为我们家给我的这个概念 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听你说话的吗 帮他说话也不行 来 我问你几个现实问题 房子写的你的名对吧 对 月供谁供的 我供的 他供的 哦 你们俩分手这房子给谁 那就我再把他钱还给他呗 然后房子归你是吧 他想要就给他呗 哦 房子可以给他是吧 啊 行吗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 就因为爱他我才说一声 不是你想干嘛 我现在就想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结婚 说了两年以后 那不行 那怎么才行 我想最近一年结婚 至少能给我一个安全感 我就是因为待在这里受了那么多委屈 我感觉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这个事咱们把它捋一下 小伙子心情就明白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笨爱情来的 对吧 女孩可能跟姐姐的关系比较好 在姐姐和姐夫的呵护下 一直在考验着你 现在考验的也差不多了 是吧 没有 还不行是吧 是他们没考验过 还是你没考验过呀 我没考验过 还差什么呀 你得说出来呀 我觉得他为这点小事就斤斤计较 而且一点规划也没有 我怎么好好嫁给他啊 哎 这就麻烦了 所以小伙子着急是什么呢 小伙子等于来了一年多了 心里还不踏实对吧 不踏实 因为什么都已经付出给他了 没有得到一个正贵的回馈 心里不好受 真的 是不好受 听明白了 你的想象当中 一个男人是需要做所有的家务的 是吧 对 是需要无条件地服从他自己的妻子的 是吧 对 你看到的家庭模式 你爸对你妈 都是无条件的 你姐夫对你姐都是无条件的 对 从来没有抱怨过 是吧 对 好 他们家的男人都是那种无条件的 服从女人的 不能有自己主张和意愿的 干活要兢兢业业还不能抱怨 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 但是我现在干的事不是我自己家的事 我要干自己的事 那我都有重建 好 明白了 就是这么一段感情 男一生觉得情感无灼落 因为女生好像一直在吊着你 在你的心里 对吧 对 你就不怕把这男孩逼急了 这男孩一拍屁股真的跑了 他不会跑 你那么自信是吧 他 为什么 主任 他也知道我很爱他 但是我不晓得他到底爱不爱我 你怎么会觉得他不爱你呢 因为我从来没感觉他对我多少关系啊 那我不爱你 我会愿意给你一起付首付吗 你付首付我爱除了一半 但是写的是你的名字啊 那你以后不住的吗 我以后要住啊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比啊 而且我也没说一声说 以后不加你名字啊 以后加我名字啊 现在连结婚的没有一个盼头 怎么什么时候加名字啊 我是跟他说过吧 我说 你们俩有独处的时间吗 主持人跟你说吧 很少 出去不管是旅游啊 去哪里啊 先问他姐同意 带着他姐 带着他姐夫一起 我们就一起玩 哦 对 行了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 就逼婚来的 你为什么来啊 我就看着他来 我也要来一下嘛 然后解决一下问题嘛 解决什么问题 那种家务 就那个小事啊 我觉得那些都叫小事 但是他就 那小事你为什么不做呢 我从小都没做过 他从小也没做过呀 他不是说爱我吗 那你就不爱他是不是 我也爱啊 他爱你为你做事 你爱他 他为什么不为他做事呢 那我为他做的事只是说 你为他做过什么 他觉得我没有 你为他做过什么嘛 那他那个身体不好的时候 那我还照顾他呢 那恋人之间 他身体不好 感冒照顾一下有什么呀 同寝室的同学生个病 我们还照顾呢 所以咱将心比心 别太欺负人了 人家好歹也千里迢迢奔去 是吧 对 因为爱情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 其实你此时此刻 非常担心一件事情 叫做人才两空 有这个担心 因为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 都会有这个想法 对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逼婚 一直在追求他的这个过程 事实上你也是很担心 那个房产证上 到底会不会有你的名字 什么时候才能有你的名字 对 至少要给我一个安全的保障 好 非常坦诚 来女生 作为女生 是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体贴和呵护 但是不可能谈恋爱单方面的付出吧 你看吧 这孩子给欺负的 晚上叫叫睡不好 白天还得上班干活 买了房还不写我的名字 回家还得带孩子 她从小到大 她也没干过 她为什么到这里 一定要这样去干活 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 自己独立生活的空间 而且她不是经济不允许 在外面租房子 非得在你姐姐家里住 她有钱买车 就有钱租房 你就说她是一保姆 她也得有假期吧 得回做饭做得不好吃 要不然天天她还得坐着呢 是吧姑娘 咱要想好好跟人家过日子 买房行 你们写谁名都行 但是 她的努力和付出 要得到你的回应 你有没有帮她洗过衣服 有没有照顾过她的生活 有没有关心过她的晚上 睡得好不好 今天有没有吃饱 那男孩子也要得到 关心和照顾呀 而且人家背井离乡的 来投奔你 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我希望你能够平等地 看待这段感情 给自己一个平等 给对方一个平等 第一 先从姐姐家里搬出去 没人愿意伺候你 那一大家子 第二 你们先把经济上的事情 做好 认清和分割 之后再来谈感情 到底是嫁还是娶 到底是不嫁还是不娶 随便你们 不要被经济套牢 我们可以被感情套牢 我们可以被爱套牢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但不要因为说 我们把经济 纠葛在了一起 然后我投入了这么多 我出不来了 我此时此刻要一个结果 不要 感情 干净 单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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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